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9月 中和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月球样品研究团队 通过X射线 演射等一系列技术手段 在14万个月球样品颗粒中 分裂出一颗粒镜约10微米大小的单晶颗粒 并成功结一其晶体结构 确诊为一种新矿物被命名为嫦娥石 嫦娥石是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六种新矿物 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在月球发现新矿物的国家 它是一种磷酸岩矿物 呈柱状晶体 存在于月球玄武岩颗粒中 对未来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重要意义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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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 月球从它诞生的大约45亿年以来 从未离开过地球的身旁 然而关于月球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 却一直迷雾重重 一百多年来 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关月球起源的假说 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 母子说 母子说 母子是由于是最新的代表现足备在世界的世界中间的大约为四种类型的世界中间产空的大约而在大约中的世界中的外面中的一部分融融物质被甩了出去 冷凝后形成月球 不过 由于这一假说与月球的基本特征不相符 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科学家所摒弃 姐妹说则认为 月球和地球是姐妹关系 它们在太阳星云凝聚过程中同时出生 在星云的同一区域形成了地球和月球 但这一假说模式 与地月系的运动特征不尽相符 因此也难以自圆其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外来的月球在飞过地球附近时 被地球的强大引力所捕获 最终成为一颗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 福霍说很好地解释了 月球正面在39亿年前发生的开凿月海事件 不过福霍说只能解释部分观测事实 不能令人满意 因此不断有人另辟蹊径 提出新的假说 最新提出的撞击成因说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月亮是怎么起源的 最后证明是一个小天体 很大的小天体撞了地球 这一撞不要紧 就撞出很多碎块来 这些碎块就在地球的外面 就慢慢慢慢聚集起来 慢慢慢慢形成了这个月亮 我们可以做基因鉴定 我现在可以提取地球月球的基因一对比 太像极了 完全可以证明月亮是地球的女儿 它对地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你也有必要去研究它 因为它对地球人类的演化发展 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光流向了1972年 阿波罗登月计划迎来了最后一次任务 1972年12月7日 阿波罗17号升空 尤金·塞尔南 罗纳德·埃万斯 和哈佛大学地质学博士 哈里森·施密特 有幸成为宇航员 施密特是阿波罗计划中的 唯一一位科学家 在阿波罗17号中 担任登月舱驾驶员 他与塞尔南在三次月球行走中 收集了上百千克的月球岩石标本 还发现了橘红色的泥土 1972年12月14日 塞尔南成为至今为止 历史上最后一位 踏上月面的人类 六次太空飞行 从月球上的六个不同探测点 带回了2200个独立样本 总重量大约382千克 地球化学家 对样本进行了同位素分析 结果发现 月球样本比大多数陆地岩石 都要古老得多 年龄在30亿至40亿年之间 随后 科研人员将它们加工成 超过11万个单独编幕的样本 并拿出一部分月球岩石 转赠给了135个国家 中国也在被赠争的国家之列 在北京天文馆 一块0.5克重的月球岩石 静静地陈列在展区 在视觉上可能并不起眼 但对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 它却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而冥冥之中 欧阳自远 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办得到了这块样品以后 就问了 问教育部 说你们哪个大学 有没有哪位教授 做过月亮的石头 说没有 我们搞不清楚 他就问中国科学院 也说没有 他说中国科学院 就又回家了一句话 我们有一个研究员 他专门做天上掉下来的 是不是也可以让他做 人们口中的这位研究员 正是欧阳自远 而他研究的 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说的则是陨石 而来自月球的陨石 正是月盐的一种 月盐包括探索月球过程中 收集的月球样本 以及从月球表面自然喷出 并以陨石形式 降落到地球上的岩石 再来自月球员 还在这位研究员 带来自月球员 云生日上的岩石 在这位研究员 那边是有点 最后的研究员 是负责的 是负责的 那边是有点 负责的 责的 哪里 是责的 宿航 是责的 人类将来要去探索空间吗 哎呀 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了 这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我们搞地址的要找个框 就像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来爬去 而人家的卫星跟你转几圈 更全面地了解情况 哎呀 真的 未来人类必然会进入空间时代 所以当时我非常振愤啊 而且天天在想 中国未来也必然会实现 去进入空间时代 做什么呀 你要做什么准备啊 我就深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在当时 欧阳资源所从事的地质专业 与空间探索似乎毫不相干 庞大的太阳系 众多的行星 还有树木庞大的卫星 以及不计其数的星际尘埃 该从哪里下手呢 一时之间 欧阳资源也感到非常迷茫 斯普特尼克一号的成功发射 使得人类拉开了空间时代的帷幕 也给欧阳资源 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思考 自己究竟该做些怎样的准备 去迎接中国空间探索的到来 这么复杂的一个体系 怎么去研究啊 我就想到了一件事 他们这么多这些星体 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 它在哪儿 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突然一下醒悟了 哦 我能不能找到构成地球火星 行星卫星的最原始的物料 我才能把这个高楼大厦建设起来 就像是我们造房子的砖瓦水泥 它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找得着啊 哦 就是掉在地球上的各类陨池 对 从这下手 我就认定了这个方向 哎呀 这一下我非常冲动啊 在中国没人搞过 没人搞过了 因为我可能真的会有阶子 会不会觉得 我只能大家还会 自己在底下 在一种修理的地方 在我水的时候 我可能就能把这小型的 全部都说得到 我们就能把这小型的 看起来 每一个都以为 都应该叫 这一种 我原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条路走对了 不仅如此 欧阳自远的团队还想方设法利用高空气球 收集行星际尘埃 一个八万立方米的气球带着收集器 在北京郊区被释放 在西风的作用下被吹到了太平洋上空 一路收集尘埃 然后抛杀使气球上升 在西风作用下气球回到北京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收集到太阳系空间的各种行星际尘埃 这些尘埃使得科学家可以从本质上来理解太阳系的历史 就这样 欧阳自远开创了中国的天体化学学科 当中国被赠予月延时 欧阳自远便成为领取和研究这块月延的不二人选 当时你回来了一看 它是焦注在有机 如果它也有料到学학学科 时它可以从前面里面 因为我一直以为 不是给他干部外来的 永久都没有教授 但是我将其他人来发现 会所谓的 当然 因为我本质的 如果是年代言 你再说 我终以开 在阻挥 去 自己 我说你们向公众展出什么是月亮的石头 四十多年来 这块石头一直在展出 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些小朋友就会问 这颗石头它和我们地球的石头非常像 那它真的是来自于月球的吗 有小朋友就问说 月球上有没有水 我们能不能在月球上种菜 来参观的小朋友还有问过说 那这颗月球的岩石是多少岁 它比我们大多少 有些小朋友就说 这颗月岩好小 只有0.5克 我长大了之后要去月球 背更多的月养回来 其实是可以的 那这个小朋友就要好好吃饭好好学习 把身体养棒 以后去月球表面背土回来 这些问题正是欧阳自愿要解决的 在获取这块月岩之前 我国对于月球的研究只是存在于理论之上 而月球陨石的来源有着太大的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 彩字月球的月岩具有明确的月面坐标等信息 对于繁衍月球的演化和月表撞击过程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因此这块月岩虽然小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这份礼物非常重要 那么这块仅有0.5克重的小石头 真的能够给中国科学家带来不一样的认识吗 当时我拿到这一块我就思考了 这是一次考试 我心里想 我怎么也得把它考好 因为他们都自己都做过的 他们心里有底啊 看你中国到底怎么样 实际上是给中国人来了一场考试 我理解 我一定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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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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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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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我们是比人家晚 但是我们踏踏实实,走中国的路 而且做出中国的特色来 所以这样的话,我每一次上去 要干什么活,要干出什么结果 有什么意义,我都要认真去思考做 所以我当时坦白说,全身新的 一身全是劲儿,每天开夜车 准备材料,我的心情一直是非常愉快的 作为中国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嫦娥一号并不在月球降落 而只是环绕地球飞行 那它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呢 欧阳资源有一个特殊的目标 那就是查明月球上的 亥三分布和数量 原来,当时中国的可控核聚变事业 正在崛起 而亥三是一种可长期使用 清洁、安全和高效的核聚变燃料 100吨亥三核聚变产生的能量 便可以供应全球使用一年 然而它在地球上的含量却微乎其微 只有0.5吨 因此一直以来 可控核聚变都是用原材料穿和刀来进行反应 那么欧阳资源为什么会到月球上找亥三呢 地球上没有啊 哎,我想月亮上会不会更多 我查了很多资料 太阳照在月亮上的时候 有一种太阳风注射到月球表面 月球的土壤就吸收了这些成分 而太阳风的主要成分是氦山 从原理上说得通 那我就要去做了 是吧 这是我们做科学的一个探求过程 原来 太阳在发光发热的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氦山 而这些氦山经过太阳风的吹拂 落到周围的行星中 地球由于覆盖着厚厚的大气层 以及拥有南北磁极 形成密密麻麻的磁力线 有效地阻挡了太阳风 直接抵达地表 所以地球上氦山的天然储量非常低 而月球几乎没有大气 而且由于月球已经死亡 便不再产生磁场 因此太阳风可直接抵达月球表面 由此科学家猜测 月球的土壤中沉积了大量氦山 可究竟这个猜测对不对 它的含量究竟有多少 又分布在哪里 却没有人知道 可是该怎样去探明月球上的氦山呢 以前的样品都做过 月球的土壤里面的氦山 大约占有多少 有高有低啊 有个平均值 我就按平均值来计算 计算 但是我不知道月亮上 有多少土壤啊 我头一次去的话 我一定要测出来 它的那个土壤怎么分布在月亮上 一共有多少 有哪几团分布的啊 最多 最后我嫦娥一号的目标 我要全把它做出来 带着中国人的探月梦想 2007年10月24日 嫦娥一号踏上了奔月的旅程 它重达2.35吨 展开双臂后 大约有18米长 它就像一只硕大的风筝 测控系统是操控风筝的那个人 它手中的风筝线 则是奇妙的电磁波 为了和嫦娥一号保持联系 研究人员从射电天文观测技术中 受到启发 把几个望远镜联合起来 达到一架大望远镜的观测效果 最终 北京 上海 昆明和乌鲁木齐四地的望远镜 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3000多千米的超级望远镜 这就能准确锁定嫦娥一号的位置了 为了保持奔月有足够的动力 它携带了大约1.2吨的燃料 经过了13天14小时19分 嫦娥一号飞行206万千米 到达了月球附近 这也是地面人员非常担心和紧张的时刻 它此时的速度会达到普通喷气式客机的10倍 如果不及时刹车减速 它就会由于速度太快 无法被月球引力捕获 从而与月球擦肩而过 反之 刹车过猛也不行 它将一头撞向月球 2007年11月5日 嫦娥一号的身边绽放出两朵橘红色的火花 这是它在调姿 发动机点火 随后 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 嫦娥一号轻盈的扭转身躯 来了一个180度的旋转 像一场华丽的太空芭蕾 11点15分 北京飞控中心发出制动指令 嫦娥一号驻发动机点火制动 嫦娥一号的精确制动和调整 确保了它成功被月球引力捕获 顺利进入周期为12小时的椭圆环月轨道 最后报告说 月球抓住了 我跟孙家冬 我说孙老 我说是不是再扯一次 他说是 我没有请测控的通知 你们是不是再扯一次 是不是真的抓住了 最后过了一点时间说 真的抓住了 现在已经开始绕月球 成为椭圆轨道 绕月球飞行了 真的我们俩人抱头大哭了一场 嫦娥一号凝聚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心血 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奔月梦想 它成功入轨 成为了地球卫星的卫星 此后的日子里 嫦娥一号在距离月球200千米的环月轨道上飞行 就像仿线球似的 围着月球一圈一圈地转 上面搭载的立体相机就一轨一轨不停地拍 在拍照的同时 激光测距仪不断记录下月面的高重数据 这些信息 经过地面应用系统的科学家整合处理后 世界上第一幅三维立体的全月图诞生了 嫦娥一号拍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 包含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图 分辨率达到120米 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 为全人类进一步探测月球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就在嫦娥一号锦荣密鼓的 为月球拍照的同时 它所携带着观测月球的其他力气 也展开工作 他们测量月壤的特性 分析月球上元素的含量与分布 配合拍摄到的全月图 又绘制出来主要元素的分布图 我就计算了它土壤的厚度和分布 最后计算了海山的资源量 到底有多少 一算我自己都下一条啊 怎么那么多啊 至少可以确保人类 一万年的能源需求 你不知道它做出来了以后 哎呀我简直是得到极大的一种安慰和鼓励啊 做得对啊 做了多少年了人家都没有做啊 就中国才做出来的 有一次开国际会议 俄罗斯的首席科学家叫嘎里莫夫院士 他说欧阳啊 你怎么去想到要做这个事 我说这是人类的未来 我们要为未来做一点准备 我总要做一两件事情 对人类未来的发展 做出贡献 他说你看得很远很好 2009年3月1日 是嫦娥一号来到月球的第494天 此时 它已经是超级服役 所剩燃料很少了 它飞向了月球赤道附近的丰富海上空 悬停片刻便开始实施减速 同时下落 撞向月球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次撞跃 将为未来的探测器着陆月球 提供参考 嫦娥一号携带的相机 依然在紧张地工作 在生命结束之前 它仍在实时传回图像 接下来飞向月球的嫦娥二号 除了将抵达月球时间大大缩短之外 还将全月图的精度大大提高 这位后面的探月任务选择降落点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 则携带了月球车 它可以进行实时的视频传输 和挖掘与分析土壤样品 月球车的底部放了一部侧地雷达 在此之前从未有国家这样尝试过 玉兔号月球车 发现这里的土壤 来源于一种新型的月海玄武岩 含有较为丰富的橄榄石和钛铁矿 在经历了嫦娥一号到嫦娥四号的成功之后 嫦娥五号接过了中国探月工程的接力吧 2020年11月24日4点30分 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成功发射了嫦娥五号探测器 火箭飞行约2200秒后 顺利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 开启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嫦娥五号将实现我国航天史上多个首次 首次月面采样 月面起飞 月球轨道交汇对接 携带月球样品返回等多个重大突破 它承担的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采样返回 这将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 从月球获取月壤 12月1日 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着陆 而这个着陆区是经过科学家千挑万选 才被选中的 我们的嫦娥五号呢 当时落的时候 我当时啊 就是感觉到月球到底有什么最大的科学问题 中国人能不能我先来解决 我们思考来思考去 大家讨论了半天 所有的科学问题莫过于 月亮从开始诞生 一直到今天 月亮是死了 到底月亮的历史怎么样 就好像我们中华民族 对吧 三皇五帝 夏上周秦 汉 隋唐 宋元 明清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历史是比较知道的 但是月球上没那么清楚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所有的他们阿波罗阿 苏联的路纳上去了以后 所得到的全部年龄 这些看到的月亮和颜色 是四十亿年最老 到三十亿年最年轻 四十亿年以前 月亮咋回事 怎么样不知道 三十亿年以后到今天 月球什么时候死的 不知道 他们世界上就说 那我只有这个数据 三十亿年 以前月亮死了 这么个结论 不对 1978年 欧阳泽远获得了一颗月盐样本 他以0.5颗月盐 完成了多项开创性的研究 这也深深触动了中国科学家 应当尽快探测月球 深入地了解 他所蕴藏的诸多秘密 2004年1月 国家正式批准了中国月球探测工程 在完成绕落任务后 嫦娥五号将完成从月球取样带回的任务 可究竟该去哪里取样呢 所以嫦娥五号下去的时候 这个搞技术的同事给我说 欧阳保证给你抓把土回来 我说不行 你们抓把土我不要 他们感到很刺惊啊 你不就是要抓把土吗 我说抓土是有讲究的呀 同事 你在中国抓土也不一样 我抓黑土黑龙江 我抓黄土陕西甘肃 我抓沙头新疆内蒙 我抓横土江西湖南 你落到哪儿抓什么土啊 你现在你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土啊 月亮上最后最后的一次火山喷出来的 那个喷出来的那些石头变成了土壤 他说那怎么找啊 我说我有办法找 你稍微整几个月 欧阳自远之所以如此有信心 是因为他知道 月球上最后一次火山喷发 或许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地质运动 之后月球便逐渐丧失火力 最终死亡 因此找到他喷出来的岩石 就可以大致知道月球的死亡年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欧阳自远带领团队开始了一项大工程 属月球上的坑 月球上大大小小的坑 大部分都是由小天体撞击而产生的 欧阳自远想知道 在月球上哪里的坑分布最密集 哪里的坑分布最稀疏 可是月球表面有几百万个撞击坑 想要知道每一块地方有多少坑 似乎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欧阳自远请人用计算机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一算就是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可是月球上的坑和月延的年龄 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假如在地球表面 历病麻麻的好多坑 证明它暴露在月球表面很老了 对不对 我假如砸的坑的频率 大家都一样各个地方 你只好这么假设 我砸的坑越多越老 这块地方露出来老 不是说它真的老 它裸露出来表面越老 我砸的坑最少 它就是露出来最年轻 所以我就挑定了一个地方 就是和风鲍扬的西美面 柳木克山的边上 你们一定要落到那去取样 我才要 因为 可能是最新的 最年轻的 欧阳资源的推测是否正确 要靠长俄五号带回的土壤来判断 长俄五号月壤样品 采自月球的玄武岩单元 这些玄武岩是月曼形成的岩浆 一流到月表互化而成的岩石 它们记录着月球演化的密码 长俄五号实现了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当它携带着1731克的月球样品 顺利返回家园时 探月工程 完成绕落回三步走 显开了月球研究的新篇章 可是欧阳资源的心却依然揪着 这些样品是否能够更新 月球岩浆浮动的停止时间 欧阳资源心里也没有底 心里崩崩跳啊 到底是不是啊 对不对 心里没把握 不是说我很有把握 只是说我从理论推测上取到的 应该可能比他们以前所有的 全世界的做的工作都要年轻 长俄五号探测器顺利采回月壤 探月工程 完成绕落回三步走 可欧阳资源的任务却还没有完成 他是否可以从月壤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们一座欢欣鼓舞 你不知道地质科学院 他们测的年龄是 这次玄武也就活生活动 20.3亿年 中国科学院做的是19.6亿年 当然有些误差了嘛 平均大概20亿年 也就是说以前美国苏联采回来的 几百公斤样品 对吧 他们得到的年龄 最年轻的31年 我现在得到的年龄 20亿年以前 也就证明月球这十亿年 还有火山活动 还没死 把这段历史延长了十亿年 这是中国人的功劳 为了给他们开设的情形 但是这次进入了 进入山洞 过来 铅 我们的消息 里面 有个文章 在咱里有c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24年 随着一系列科学任务的顺利推进 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月球 聚焦于即将升空的嫦娥六号 2024年5月3日17时27分 长城五号遥巴运载火箭 搭载着嫦娥六号探测器顺利升空 人们的目光再次锁定了遥远的月球 长额六号干什么呢 要落到月背去 干嘛要落到月背啊 因为我的任务是要解决 我要找到最古老的 比41年更老的 它的火山 它的也将作用产生的那些产物 凭什么一定要落那儿去呢 因为那儿有个大的盆地 叫埃特肯盆地 它是41年炸出来的 它的直径是2500公里啊 多大呀 阿波罗盆地 是那个大盆地里头 后来又砸了一次 它一砸它那么厉害 把底部的一些古老的东西啊 都掀出来了 抛出来了 我就有可能找到 月亮上最老最老的东西 为什么落那儿去就这个原因 其实 这并不是中国月球探测器 第一次在月背着陆 早在2019年 嫦娥四号探测器 便着陆于人类探测器 从未勘探过的月背 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 然而中国航天人却做到了 这一次 为了避开那些坑洼不平的区域 准确安全的主路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为嫦娥六号打造了强大的火眼金睛 激光测距敏感器 激光测速敏感器 激光三维成像敏感器 它们通力协作 这双又快又准的火眼金睛 甚至能在空中分辨出0.2米的坑和石头 帮助探测器自主判断落地区域是否存在障碍 2024年6月2日6点23分 嫦娥六号探测器当中的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 完美地降落在了预选降落区 也就是南极艾特肯盆地当中的阿波罗盆地 采样工作就此开始 钻渠道的跃壤 严心会被顶进带内 2024年6月2日至6月3日 嫦娥六号顺利完成在月球背面 南极艾特肯盆地智能快速采样 并按预定形式 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器携带的助存装置中 2024年6月4日7时38分 嫦娥六号展开了国旗 完成了与月球的合影后 上升器与着陆器分离 着陆器留在月面 上升器带着月掌样品从月背起飞 经过多次轨道激动 它进入高度约210公里的环月圆轨道 在这里 鬼帆组合体正在等待着上升器的到来 并且完成一次精准的交汇对接 它们采取了一种握手加抱紧的方式 一秒获取 10秒校正 10秒锁紧 时间精确到了21秒 完成交汇对接后 上升器就要转交月掌样品了 接触转移机构 样品容器将通过一个200到300毫米的狭小通道 最终被抓取到返回器内 在完成样品转移后 上升器完成使命与轨返组合体分离 这之后 轨返组合体在环月轨道飞行 静静等待着月地转移的最佳时间窗口 待到时机适宜 组合体便来到距离地球约5000公里的高度 之后 返回器和轨道气分离 返回器采用半弹道跳跃式再入大气层的方式 回到地球怀抱 最终 嫦娥六号返回器 与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着陆 完成了这场地月往返之旅 这一次 嫦娥六号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取样 嫦娥六号带回的月背样品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它将为人类揭示更多的月球奥秘 我期待着 假如这个问题能做出42亿年 更老一点 或者哪怕41亿年 都是把月球的历史往前 再推了几亿年 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好了 结果我们才回来了 我看了一下样品 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所以我也坚信 对人类的科学的重大问题 是中国人解决的 我们是解决一老一新 这个我们很有望能够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正期待着老的能够往更老延伸一点 然后做出来它的环境特点情况 这样到月球的历史就清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燃料要用600公斤 你在月球上只要100公斤 你克服引力嘛 所以这样的话 能不能用这个办法 以后人类就通过月球去 我们期待着有一天 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式 将出现颠覆性变革 天梯 地球车站 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 月球也将走出科幻作品 真正成为人类长期驻扎与中转的基地 翻腾的身姿 水花消失的秘密 跳水运动员是如何练就这般神奇 奥运的舞台上 他们是如何一次次摘得桂冠 成就传奇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运动的秘密 水花消失术 下期播出